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其中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存在着很多举世文明的朝代,这些朝代谱写着历史新的篇章,为每一页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其文化很远流长,历史悠久,但是每个朝代都有昏庸无能的君主,其中不凡有着卑鄙无耻的君主,今天就说一下卫会公鸡朔,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么无耻的君王真的就只有他一个了。 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安稳地坐在龙椅上,卫宣公是姬朔的父亲,说起这个卫宣公也是一个花心大萝卜,据记载,卫宣公和自己父亲的小妾宜江偷情。 还既然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公子吉,起初卫宣公宠爱宜江的时候,想要立公子吉为太子,而且还找一个老师幼公子来指导公子吉,等到公子吉到了娶妻的时候,这个卫宣公既然看上了卫过门的儿媳妇宣江,于是卫宣公便强行地占有儿媳妇宣江,之后,宣江也为卫宣公生下两个儿子, 非别是姬朔和姬寿,有了新欢,肯定就要忘掉旧爱了,之后就冷落了宜江,对此心灰意冷,最终自杀了。 宜江心灰意冷地自杀后,但是皇位的诱惑还是很大的,宣江儿子姬朔想要获取公子吉的太子之位。 于是,姬朔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联合自己的母亲去陷害公子吉,说为人不老实,想要赶快登基做皇帝,就暗中咒骂魏宣公,自从魏宣公有了新欢之后,便对自己的这个儿子看不上眼。 这次听到这个儿子暗中咒骂,魏宣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便安排公子吉出使齐国,当时公子吉接到了基寿提醒,说此次出行齐国的路上会有强盗取你的性命,让其赶紧逃命,可是公子吉比较顽固,也不敢违背魏宣公的命令,一意孤行地最终惨死路上,可怜啊,自己的妻子被父亲抢走。 堂堂太子身份被这般玩弄,而杀害他的罪魁祸首,或者可是说得尚是无耻的基硕,在公子吉惨死在齐国的路上,而基硕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太子,在魏宣公驾崩之后,太子基硕顺理成章的登基,但是,也没有安稳地坐稳皇位,发生了叛乱,魏惠宫被赶下了王位,逃亡到了齐国,后来,基硕许下了利益给齐国,于是联合各国一起, 讨伐魏国,最终魏惠宫重新地回到王位上,为了自己的王位能够坐得稳,便想要拉拢一些王室的亲戚,便找到了公子丸,当时的魏惠宫想着能够安排一个听自己话的女子去公子丸身边,能够监听或控制她,最后魏惠宫思来想去也没有合适的人,于是魏惠宫便想到了自己母亲, 就这样,魏惠宫将自己的母亲强行嫁给了公子丸,公子丸百般地不同意,但是,亡命难卫,只能接受魏惠宫的安排,之后, 公子丸和宣江结为夫妇,并且生下了三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据了解,魏惠宫将自己的母亲嫁给了自己的弟弟,既然没有一点愧疚之心, 连最基本的羞耻心都没有,这件事被传出去,成为各国的笑柄,魏惠宫连脸红一下都没有,原本觉得魏惠宫这样的行为就已经让人生厌了, 但是谁知道他的弟弟做了一件更过分的事,是什么呢?原来魏惠宫的母亲嫁给这位弟弟后, 这个弟弟十分高兴,随即就承认了魏惠宫的地位,并且和其保持合作关系,而且居然不顾伦理。 强行和母亲发生了关系,并且让其生下了五个孩子,真的是太可耻了。 大家认为呢,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魏惠宫姬硕可是没有一点尊重之意, 在自己的母亲宣将生下孩子后,魏惠宫可是多了三个亲弟弟,两个亲妹妹, 也可以说他多了三个子儿,两个侄女,关系也是够奇葩的,同时还要叫自己的弟弟公子完为一生继父, 可以说得上历史上最无耻最浑蛋的皇帝,在古埃及,法老娶自己的姐妹, 甚至女儿的情况十分普遍,而在古波斯受索罗亚斯德教的影响。 娶自己姐妹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了中世纪,日本的天皇一族, 英国的贵族阶级,还有中国古代皇族等等都盛行近亲结婚, 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多神话中的创世神都存着近亲结婚的情节, 比如中国神话中,福西与女娲既是兄妹,也是夫妻,古希腊神话中, 蒂姆盖亚在自己的身体里孕育出了天空之神乌拉洛斯, 然后他们又生下了十二太坦神, 日本神话中伊邪纳奇和伊娜纳美同样既是兄妹,也是夫妻, 而这些神话故事的不断传播也使得近亲结婚变得更加普遍。 古人为什么要近亲结婚?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近亲结婚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 一是保持所谓的皇家血统的纯洁性, 二是保证自己的权利与财富,肥水不流外人田, 所以归根结底,所谓的亲上加亲无非就是权利二字,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非欧洲皇室莫属, 欧洲皇室之间强调贵族血统统治, 喜欢通过近亲联姻加强联盟, 通过更加紧密的贵族血缘关系产下继承蓄伪高的后代, 通过这样的政治联姻, 还可以获取更多的土地财富, 并且巩固自己的继承人位置。 只要是性别和血统没有问题, 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举个例子, 欧洲皇室中大名鼎鼎的哈布斯堡, 这个起源于阿尔萨斯的古老家族是欧洲历史上最显赫, 统治领域最广的欧洲贵族之一, 而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与权利, 这个显赫的家族规定男性成员必须与近亲结婚。 根据现代医学对这个家族, 从15世纪以来, 16代共计3000多人的调查发现。 哈布斯堡王朝第一代创立者的近亲系数是0.025, 到了第四代已经达到了0.254,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历史中, 几乎所有重要的联姻都是近亲结婚, 再比如, 中世纪后的欧洲皇室, 维多利亚与自己的表哥结婚, 并产下9个儿女, 而他们又分别与欧洲各皇室联姻, 以此加固彼此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 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类古代文学作品中看到近亲结婚的现象, 像是《红楼梦》中甲宝玉与林黛玉, 甲宝玉与薛宝钗, 花为美, 中王俊卿与李月娥。 都是近亲结婚的例子, 在历史中也有很多近亲结婚的例子, 比如在汉朝时, 汉惠帝刘盈就娶了他的亲外甥女, 在清朝时, 根据统计, 从清太祖一直到圣祖, 一共有四位皇后和十三个妃子, 出自蒙古科尔沁等不足, 并且由于这种不断加深的联姻关系, 清朝皇帝与科尔沁不足的关系十分深厚, 还曾说过一句塞姆虽称远, 因蒙向最亲的诗句, 为什么古代鸡邪的数量不算多,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上讲, 因为古代的医学知识缺乏, 所以古代人对于鸡邪的认知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要知道, 虽然近亲结婚比较容易生出畸形, 但很多畸形儿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身体上的残缺, 而是各个方面的缺陷, 其实我们从一些古代文献中就能够看到, 有妇人在产下畸形儿后被暴露出去的悲惨人生, 古代人可没有生育政策, 一般来说, 一户人家能生三个, 绝不生两个, 因为那时候, 多生一个孩子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劳动力, 所以即使出现了一些有先天缺陷的早妖个体, 仍然可以从剩下的孩子中找到比较正常的个体, 从当时人们认知上讲。 其实在古代, 就有聪明人发现, 近亲结婚能够使家族中能够继承下来的优点与缺点有更大的几率出现, 近亲结婚所带来的后果是无法回避的, 尽管家族间的政治联姻与利益考量使得近亲婚姻普遍存在, 但这种选择却给孩子们带来了沉重的身体负担和痛苦, 他们的短暂人生仿佛被注定了命运的不公, 而古代医学的局限性更加加剧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这样的行径无疑是违背了人伦道义的, 但在史册中却难以找到相关记载, 权贵们将这一悲剧隐藏得极为彻底。 不愿让人们知晓他们家族的耻辱, 因此, 鸡形儿的命运往往默默无闻, 只剩下冷漠的妖王两个字, 富贵与权势并不能保护这些无辜生命的安全和幸福, 他们被家族的利益所牺牲, 成为了无生的牺牲品, 然而, 这也唤起了我们对于现代社会对待残障人士的思考, 我们应当珍视每一个生命, 给予他们平等的机会和关爱, 并且对外表和利益的歧视, 创造一个更加温暖和人道的世界, 这段故事深刻揭示了古代近亲结婚的残酷现实和隐藏的真相, 古人们迷信着畸形儿所带来的霉运, 为了维护家族的声誉和避免这样的不幸, 他们选择了残忍地抛弃这些孩子, 这无疑是一种对人性和伦理的严重背离, 让我们深感痛心。